一名诈骗集团的车手 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这一带 提领现金之后 跟同伙约在了麻油鸡店面交还有庆功 但是都还没有吃饱 就被原警给逮捕 而在大安区有诈骗集团的成员 租车当作行动水房 将金融卡交给车手提领现金时 警方上前逮人 当场查扣132张金融卡 两名人自肩并肩 吃着热腾腾的麻油鸡 借着从包包里面 拿出好几叠白花花钞票 点得很开心 但没多久警察现身 见到警察一阵错愕 因为他们都是诈骗集团成员 警方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 执行寻签勤务时 发现有一名男子用多张提款卡 到处提领现金行迹可疑 马上跟踪男子并通知线上警网支援 当场查获账款新台币26万6千元 金融卡三张 自会请手机舞台等步伐试证 原来高兴车手提款后 和受水手约在知名麻油鸡店内面交 顺道吃麻油鸡庆功 没想到还没吃完就被逮 而在大安也起货车手 拿出手机影像笔对 确认眼前这名男子就是锁定的车手 对方还失口否认 通通被识破 拍出来脸就是这样 警方在大安区巡逻时 发现停车场内三名男子 一次是诈骗集团成员上前盘查 发现他们以俗称洗车的方式 租车当作行动水防据点 将毒卡机接上笔电或手机 用网络银行查询人头账户状况 再将未受警示且已入账的金融卡 交由车手提领 警方现场查扣132张金融卡 还搜出毒品 当场待人移送侦办 后续也将清查被害人数 向上溯源 借车会周中林台报道